何時的距離 超過200人涉及違反四人一台防疫規定 政府施施盡將建築在網址站立 化石施違反會台四人規定或沒有隔板分隔 以往已經有負責人被罰 不過政府上個星期三已經失禮 違規食客亦都可以被調控 每人罰款2000元 過去一個星期有關不合部門合工上 對呀 跳橙色這個還是跳黑色這個 中間那個 中間這個 對呀 跳過兩次了 是不是要定期換 先關掉電視 公布正是積極研究 比前有相關證明的內地港人免疫回香港 是那個風景超過 然後他跳了兩次 之前有一個電視超過兩次 是這個 有一天 電視超過三次 一天 天然的 很少 反應 前面 前面 放入冰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會跳是正常的 因為如果有些風扇燒了 或者有些電線漏電 它是會跳的 如果不跳就會變成撞電 是啊 它跳了兩次 那需要換入面的Fuse嗎 不用 沒事 即是現在這個電箱沒事吧 電箱沒事 電線也沒事 好啊 好啊 因為用錶檢查過它 它是夠久了 是夠絕緣的 好啊 好啊 即是那個MAT 噢 是啊 是啊 MAT 過有10MAT 需要定期換的 因為這裡我們都住了20多年 需要定期換入面的Fuse嗎 不用的 沒有壞的不用換 那怎樣知道有沒有壞 有儀器的 我知道 但是我們不會這樣定期檢查 不是 如果你的東西壞了 跳了 譬如說你的風扇燒了 或者你的爐燒了 那你炆了那些東西 可以打得回便行 噢 即是打不回便是壞了 打不回便要看是電線壞 還是這個 調製壞 調製也很少壞 多數是電線 鬆了那些東西不行 好啊 好啊 或者有時候有些鹽蛇 走進去 好 好 好 但是我們以前讀書說 它那個按鈕跳得多又要換 沒有什麼事 跳得多又不用換 沒有壞就多 它可以 它可以 它裡面的錶數是13A 是 所以要跳了便要 不用 謝謝 好 提供